好,我问老师有关素葡萄的这些事情 他说素葡萄是大小的 今年有事过一次 今年是第二次 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今年素葡萄有酸有酸有酸 实在是吃下去 所以老师有什么方式可以改善 这个东西 就是说他本身 我实在也不太喜欢吃 对啊,我觉得你讲到我都不好意思讲 你讲我的重点嘛 我也要讲一下 我不知道素葡萄是假什么意思 我真的是吃不出来 这个心情就是说 以前我们炒在买的时候 因为那是一个大哥叫我们 他说素葡萄炒不起来 我们就说 在厚当年那时候做学生的时候 就买买买 他就炒了,炒一堆酸 他就去买 但是他很有用的 都跟我们公家 比如说我们出乎他多少 他去买多少 大家都说好的 做得不错 那一阵子做得很快乐 所以有生也有吃 那时候都感觉不好吃 到目前为止 我也感觉不好吃 但是前不久 在这个中部那里有 有我们就有好朋友 我老婆也吃 说你吃看看 我看来有素葡萄 是要拌一包 我就很热 要把他拿回去 我当时就很困扰 这种东西 其实有一个很好的吃法 就是说 咬咬 你咬咬咬咬 咬咬咬咬 腰肉乳一比 它这样 腰肉乳要有甜的 不甜不好吃 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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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什么天然的抗生素啦 还是什么样 我说你如果要吃天然的抗生素 你去吃芭蕾 这个不甜的芭蕾 会酸的芭蕾 会甜的芭蕾 天然的抗生素都很多 你如果是要吃这个天然的花青素 去吃一个粥 去吃番茄 这种花青素都很多 这不用番茄少一点 但是番茄这个切红素 不会比它差 所以你如果是纯粹 就是这种概念去吃这种东西 都是没有比赛 但是就是说 这个哪从今天不好说一下 在这个大陆在买百姓果 这一个15块嘛 就是说 这个一棵树块人民币 一个15块 他把上面抗一扣 抗一扣插一支树 一个百姓果 你就是用插一支树 用树的有几槌 你知道我们知道吗 几个两槌而已 小姐没有树那么大 抱歉因为 男朋友出去一定要输到小槌 他会输三槌五槌 但是 更加 更加 差不多五槌就输掉了 不会超过有 看他在中山路在走 从这头走到那边的时候 他都拿掉了 那在吃怎样 在吃 这很贵我吃得去 那从有人 这个隔壁菜 在销的时候 不要太大一张 给我们吃一瓶 不要太多 不要不要不要 那真的是 吃一瓶 一瓶多少 十块 不要太多 不要太多 太多 切一瓶 切一瓶 对吧 好 更加大一块 切一瓶 切一瓶多少 也是十块 你不是说 一瓶十块 一瓶十块 切一瓶十块 四分之 也是十块 你看你买什么 对吧 他就是这样 但是隔壁菜 一瓶三瓶 几个的时候 我们小孩就爱吃 给我们包一瓶 在隔壁 都看到那瓶菜 有时候这是一种 吃一个肌肉 这也没有错 就是说爱吃 比较多 我们也要来吃 所以 不然说这么多 费味 这个观念就是说 吃的东西没有一定 不一定 是什么样 有的人认为好 有的人 就不一定认为好 但是呢 我相信人有一个东西 都不错 像这个树葡萄 它有很多成分 也是不错 但是呢 就是说 适度 比如说像这十火龙果要出来 火龙果这个东西 又是很好 这也很好 对吧 这 最近有一个鱼生 还剩一瓶菜 专门在介绍 火龙果的营养价值 所以你就知道 这个东西是这样 它不好吃 但是第一 就是说品种 像刚才我说 在这个中部 那吃到的时候 吃到的时候 精为天人 哇 这种东西 如果是这样 一定可以在市场上去行销 因为它不好吃 真的不好吃 台湾销 台湾销了 现在大陆也在销 这个树葡萄 而且还很贵 家庭製一张 这个树葡萄 一定要用一个蚌子 去把它搭起来 怕吃 吃 怕 这个树葡萄 这个树葡萄 这样去用 饭 说吃到 会怎么变一变叫 还是什么 反正我是没有那种感觉 所以 这种是 让你做参考 就是说 生殖不好吃 还是因为树水质 还是生长 成长的速度 如果是太快 一定是 你一定要让它干燥 你要让它 比较好吃 一变 这种通常就是说 一定要去给它喝水 就是说 你一定要去限水 因为 树葡萄 这个加包裹 你没其他 比较好的方法 你如果没去给它喝水 它通常 它的水分 因为这种 这种热带型的 这个作物 它都很贵吃水 所以 因为这种东西 不是要让我们人吃 人家是要让它吃 所以去欲白 它 虽然是热带型 但是它很特别 它还能够耐一点点低温 就是说 比如说 如果档生卖 太严重 它不会死 它不一定会死 但是 较严重 是真的 冷死 没不对 第一 可能就是 稍微 有一点 这个水 所以 如果 你可以 噴一些这些东西 噴一些夹 稍微高一点的东西 就要先洗 稍微把它噴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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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噴 瓶症还是还可以的话 一般来说还是会有一点点 因为 在菜里面有声说 平均甜度13度到18度 我没有吃过 我没有吃过 我没有吃过超过13度 很少的就是 在中部那吃到一次 那应该有12度 应该有12度 要18度 我是没有吃过了 但是菜里面 一直说有18度的甜度 我是一直很怀疑 所以 我也觉得 这个人是不是搞错了 所以就可能 大家做参考 因为我一直觉得是这个样子 反正要钉 果树 要钉 就是两种方法线水 但是 我们现在在说的方式 就是前面 要正常的管理 有正常的行动 后面 要让他成熟 起来 要让他 喝一点水 然后 可以让他 噴一些这种 这样就还不错 加肥 你可以试试一下 应该 这个 会稍微好一些些 就是说 口感上 不错 这品种还是有差 我个人还是认为品种差很多 所以 栽培当然很重要 再来就是 他的这个品症 这起来 应该是很不错 我是 一直觉得 它开花的时候 因为它是干生花 就是说生在那个肌骨 管顶 它开花的时候 这个很漂亮 我感觉要起来 这个 长起来 其实 光看那个花就蛮爽的 当然 他各个都可以吃 如果再种的甜 这个就更好 有听说 有听说 它越老的话 就会越甜 越老的话会越甜 这一点我相信 我刚刚问过 台湾最旧的一个 最老的一个 差不多是有年老的 他说应该差不多五十年 大概这个东西 应该快四 快五十年 我说 那也蛮厉害的 我不知道 有人去做 有人去拿这个 又去把他做生散 做这个 做葡萄酒 其实那个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方向 只是说他们都做得太甜 吃起来 不然就比较厉害 所以有时候 根本都喝都没有喝醉的感觉 他就感到太甜 太甜的血糖高 其实本来 喝酒就会血糖高 所以我们 如果是汇糖比较高 这个好朋友 这个酒 你就要自己要斟酌 不然想说 这不要紧 酒 不要紧 假饮 不要了 这要稍微注意 记住 如果有喝酒 这种东西 虽然没什么酒味 你就不要再去开车 这大概是这样 这个田 大概只能 这样子让他来 可以这样来做 我是觉得 庭院 这个店里面 要静一层 如果有那种地方 应该是 还不错 开火的时候 漂亮 它那个层 也清洗净净净 看起来 有人银有人银 这应该是 在观赏上 有他的一个 这个 这个隔壁 在的 越大层 它越厚生 越大层 它通常越厚生 生起来的 这个口感 就好像 又会更好 所以我在中部 吃到的时候 我感觉 好像还蛮好吃的 颠覆我的 这个想象 至少还会 想再吃 另外一颗 不然 说真的 这有时候 要让我吃这种东西 我还是有一点点 不是很喜欢 就是没什么味道 书上讲的 13度到18度 我一直觉得 他在骗人 就是 我从来没有吃过 那么甜的 如果我们听众朋友 如果有种超过13度 你应该跟我说 因为那个是一个 如果能够超过13度 不要说18度 哪有15度 加宝果 这个树葡萄 哪有15度 丁度哪有15度 这个品种哪有15度 绝对可以发展 它如果甜就好吃了 真的 不是说我们爱吃甜的 就是 它稍微甜一点 那个风味 就会出来 就会好吃 不然就是这样 只能告诉自己说 这个东西 发青素很多 吃了会 但只能这样子去 当然 你如果是要吃 这个藍莓 你不如去吃 这个树葡萄 因为它发青素 很多 如果都不好吃 平平都不好吃 的时候 你就知道 藍莓也稍微 你就在吃 那一克还250 你就吃这包裹 反正 一样 又是 颜色又相同 当然 同样不同 这里面还是会有一点点 不一样的东西 让你做乘客